橫甲膜呼吸是一种深呼吸方式 通常有助于放松身体并减轻压力 正护胶感神经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两个部分 他们在调节身体的生理功能和情绪反应方面 起着关键作用 橫甲膜呼吸有助于刺激护胶感神经 这是一个舒缓和放松的神经系统 有助于减少身体的压力和紧张感 并促进身体的恢复 深呼吸可以减慢心跳,降低血压 并有助于消除焦虑和减轻压力 正护胶感神经在一个平衡中运作 并且这个平衡对于维持身体的健康和幸福非常重要 心甲膜呼吸有助于维持这种平衡 因为它有助于降低过多的正胶感神经活动 进而降低身体的应激水平 总之,横甲膜呼吸有助于平衡正护胶感神经 减轻压力,增强放松 并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整体幸福感 深呼吸和放松练习可以成为应对压力和焦虑的有效工具 练习黄甲膜呼吸 很多人教到腹式呼吸的时候 都叫人吸气的时候 肚子要用力向外鼓起 肚气的时候肚子要缩起来 的确,吸气的时候肚子是要向上鼓起 肚气的时候肚子要向内收回 但是真正的重点不是要用力将肚子鼓起或内收 而是在吸气的时候肚子要自然地被动鼓起 在吐气的时候肚子要自然地被动内收 横甲膜呼吸其实是人类天生本能的呼吸方式 并不是什么生創的呼吸方式 所以每个人都会 只是你忘了用横甲膜来当主要的呼吸肌肉而以 所以练习,重新学习横甲膜呼吸其实很简单 很多人常说去练功学福式呼吸 学好久都学不会 但我经常跟参加呼吸训练课程的学员语 不用一分钟就学会横甲膜呼吸 而绝大部分的学员也都是一点就通 马上就能体会什么是横甲膜呼吸 最容易体会横甲膜呼吸的姿势 就是平躺的姿势 最难体会横甲膜呼吸的姿势是坐住的姿势 所以我们练习,体会横甲膜呼吸的时候 要先从平躺的姿势开始练习 保证你立刻就学会横甲膜呼吸 首先身体平躺放松 将室外轻松地弯起来 这个时候肚子是最放松的状态 此时你不要刻意用力呼吸 也不要刻意迫着不呼吸 最好是完全不去管你的呼吸 你自然就会使用横甲膜呼吸了 很简单,对吗? 你要怎么确认 现在使用横甲膜呼吸 还是立间机收缩的空式呼吸呢? 将你的一只手放在空部 另一只手放在位的地方 肚持的上方 然后体会一下当你呼吸的时候 那一只手肯自然的再移动 如果你视作横甲膜呼吸 放在位的位置的手会感觉再移动 吸气的时候 手会向上移动 吐气的时候 手会向下移动 如果你视作空式呼吸 则是放在空部的手会感觉再移动 如果两只手都有感觉再移动 那就表示你同时使用横甲膜及立间机 再作呼吸的动作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你太紧张了 呼吸过量 当你躺住充分体会横甲膜呼吸后 接着可以站起来取站立的姿势 重新体会横甲膜呼吸 如果顺利再站脂能体会横甲膜呼吸 接着就可以练习坐脂 体会横甲膜呼吸 如果再站脂坐脂无法顺利体会横甲膜呼吸 没有关系 重新回到平躺之势来体会横甲膜呼吸 然后依罪由我之立脂坐脂来练习 体会横甲膜呼吸 通常只要不是很紧张 刻意地用力呼吸 绝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重新学会横甲膜呼吸 现在请暂停阅读到开始实际体会 学习横甲膜呼吸 很多人在做一些运动或身体伸展的练习时 都会问每天要练习多久的时间 关于横甲膜呼吸 我的建议是要养成横甲膜呼吸的习惯 也就是一天24小时都要回归使用横甲膜呼吸 因为这是人类本能、自然、健康的呼吸方式 所以你每天不论是躺住 坐住、行走、跑步都要回归横甲膜呼吸 而不是每天只有短暂的几分钟、几个钟头 做横甲膜呼吸 而大部分时间又使用空式呼吸